不過中醫我們還是講說 它是跟先天的體質有關係 不過是跟皮、肺虛比較有關 比如說肺的話 它是掌管我們的呼吸系統 比如說我們氣管 它的抵抗力比較差 當你外界有一些過敏源的時候 或者是氣溫的變化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誘發它一個 產生一個過敏的反應 就是不正常的一個收縮 但如果說是我們講皮 我們就想說是消化系統 可是一般人想說 為什麼消化系統跟我們的氣喘有關 因為我們會發現很多小朋友 他氣喘的時候 其實他的痰是很多的 痰多其實也會誘發 你的氣喘的一個產生 當你脾胃消化比較不好的時候 其實他水分的代謝會不好 他的氣管的痰也會比較多 所以其實常常聽到他說 他在喘的時候 可能也會痰會很重 所以這就是中醫講說 它是跟皮肺有關 其實我在臨床上很常看到 小朋友他可能小時候 可能三四歲 他氣喘就發作了 因為媽媽就很緊張 然後就想說帶他來調養身體 可能一些環境他會很注重 他可能在差不多高中大學的時候 他氣喘可能又再加上他有運動 他可能氣喘慢慢 越來都沒有發生 可是比較有趣的是 當他開始在工作的時候 那可能因為他開始壓力 或者情緒 或者是他一些熬夜的關係 他氣喘又開始發作了 這個是一個臨床上 比較常觀察到的現象 不過像剛剛黃醫師在講 說原來氣喘跟氣管的過敏 其實他就是名詞的不一樣 那我們有很多人根本不曉得 想說我們沒有氣喘 我們只是過敏 那如果到了長大 他會變得很嚴重 然後會變怎麼走 其實剛才中醫師講的 完全沒有錯 小時候如果 我們如果沒有控制 小時候的氣喘不控制 就讓他一直咳 一直咳 那第一個當然你就 如果嚴重的話 你就會常常跑急診 這當然對你是不好的 那如果沒那麼嚴重 比如說我都沒有到船 我只是咳咳咳 我放著不理他 那將來大概有幾個可能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六到八歲是一個關卡 超過六到八歲 有些孩子之後 就沒什麼症狀了 平常狀況就很OK 很穩定了 那這個時候 我們算是他被控制了 但是他沒有被根治 被控制得很好 那你的孩子有可能 就是那六到八歲之後 有三分之一的 就會一直持續 所以你如果小時候不控制好 也許六到八歲 第一個關卡 你就會是那三分之一 還是繼續有症狀的人 第二個就是 你這個長大到了 這個尤其是很多 我在門診看到 是生完小孩之後 他的這個整個生活壓力 睡眠不足 然後這個媽媽 一生完小孩之後 什麼都生活亂成一團的時候 他就症狀 就跟他的小孩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還是讓孩子 或家長知道說 你就這個體質 你好好控制他 六到八歲以後 也許你就沒症狀了 或者是你長大以後 如果發生這些症狀的時候 你會了解說 我小時候 那個氣喘的體質又在犯了 我現在要開始 好好再活到這個 比較健康的生活的一個狀態 那蘇憲有案例嗎 比如說最知名的 應該是鄧麗君 對 他們認為他應該就是 氣喘發作的時候 第二個就是林翠 就是說事實上 這個有沒有可能致命 可能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要覺得說 反正就是咳 可是我覺得 比較有意思的是 有時候 一般我們認為說 呼吸道 就是你的氣喘的過敏源 比較常見 通常都覺得 那就應該是塵蟎 或家中的狗毛 有很多的狗毛 或者覺得說 什麼動物皮膚會成肥羊的 或是甚至溫差 有沒有他們發現說 當是內外溫差 超過七度的時候 其實就特別容易過敏 可是後來之前有研究發現 他們剛剛真的講 壓力這件事情 有時候父母就是 小孩的壓力源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在那邊 在有憂鬱症的這些父母當中 其實他們小朋友 氣喘的比例好像也相對高 更有一個更進一步的研究發現說 這些因為氣喘住院的小朋友 如果他們把它分成兩組 就幫助他爸爸媽媽 如果其中有憂鬱症 給予憂鬱症抗憂鬱劑之後 他發現這小朋友的氣喘也會變好 所以爸爸媽媽的憂鬱被控制了 小朋友的氣喘也被控制了 所以必須想說 某一種我們所謂的過敏源 可能包括壓力 而壓力其中之一 就是爸爸媽媽 有沒有可能一些過度的壓迫 之前有一個醫生他說 他有一個小朋友 他們家裡明明整個弄得很乾淨的 什麼塵蠻什麼都弄得很乾淨 可是他一樣的過敏控制的 他的氣轉控制不下來 後來就發現 他有很多的食物過敏源 比如說他對 他對那種甲殼類的海鮮或什麼 就過敏 他發現他如果他同時控制了這個之後 他的過敏才真正控制下來 所以有時候你不能講說食物 有沒有可能誘發這個 好像也是有我貢獻 但是咳嗽如果拖久了 會不會就變氣喘 這個就是一樣 因果是倒過來的 是因為他已經在氣喘了 所以他咳很久 不是因為他咳很久所以變氣喘 如果有這種咳嗽氣喘的問題 我真的是 做建議你來 我覺得我像醫師講的 我是生完小孩 整個過敏的體質才發出來 我小時候沒有 小時候都是我的家人 我就覺得你們怎麼那麼誇張 一大早起來鼻子是那種衛生紙一大堆 我都還很覺得我自己很驕傲 我沒有 可是一生完小孩 我整個人就是過敏性鼻炎非常的嚴重 之外呢 我變成是說我 有一次我就是感冒 我也是很愛痘的 就久久不去看醫生 最後受不了去看 後來我發現我真的就有氣喘 是喔 就是有時候天氣一變太冷了 然後我就會開始 然後我就會聽到自己有HU的聲音 然後呼吸就開始很急 很費力 就很費力很急 那我女兒之前就是醫生會開那種處方簽 每天噴一下每天噴一下 那是三小時 可是她現在已經 就是比較大了 11歲我就變成說 我沒有再給她去開那個處方簽再噴了 但是她變成是她有時候感冒就會開始喘了 聽說你在她的那個吃的東西裡面 會有一點 就是我聽說 房間有莊醫師說 本光森 有 對 本光森會會那個 不只是小孩啊 就是氣管會有幫助 所以我就會把它灑在湯裡面 雞湯裡面 就會比較沒有那個味道 然後就變成做那個香菇雞湯這樣子 那我覺得吃幾次其實還是有多少 我自己也會覺得好像心裡作用 好像有感受 因為錢都花了 這也是貴傷傷的 對啊 那小可妳要幹嘛 妳要偷拿 沒有啊 我記得 我好像 因為我們家常常因為 就是因為 有這個味道 嘴髓的關係 然後我就會想說三個真的不行了 我就覺得要去買煲湯 就發現好像白色的東西 對於支氣管是好的 潤肺 潤肺的 所以她當我抓到那個 那個煲湯料煲的時候 我就發現裡面好多白色的 然後包括白木耳都有在裡面 就湯裡面都有白木耳 然後還聽說就是那個 南薑 因為我朋友是 小朋友有 他們好像也是家族性的 有就是過敏性氣喘就對了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南薑對小朋友好像有幫助 可是我也不知道 因為你聽到薑 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跟體質會有一些關係 會不會太寒 還是太燥的人不能吃薑 然後又怕小朋友會不會年 像我們家三個年齡層 有一歲的 有兩歲的跟四歲的 會不會年齡層的大小 要給的量會不一樣 所以南薑我就完全就不敢使用 只有放在那裡而已 對 它是可以入到湯裡面 還是要怎麼使用會比較好嗎 南薑 南薑是OK的 其實南薑我們中醫 它是一個中藥 我們叫做高粱薑 很短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